请你相信 不是我不愿意改变我自己 不是唱不重要 表情要到位 会员频道什么时候开 我们那个 不是有那个会员的 专属徽章是不是 然后我们把那个黑人的图案传上去 结果被YouTube 说不符合规范 我这样一个圆圈圈 人戴个帽子 然后这样多一根 他也发现 没有 我们没有用那个Mark 我们是要用开会员频道有专属徽章嘛 传上去以后就被打枪啊 就说你不符合规范 因为我们担心说 要让会员加入频道 如果没有好东西 没有特别的东西给你们看 也不好意思 所以其实我们要 还是要准备一下一些 比较特别的 要不然你们加入会员频道 好像感觉像恋财一样 还是要给你们一些 好看的片子嘛 对不对 我都建议把它清洁干净就好了 不用特别使用细油 因为听说细油用久了 焦条也是会挂掉 敞篷车怕焦条 就尽量不能晒太阳 PowerSwift的这颗变速箱 为什么为人诟病 他之前是那个TCM模组嘛 容易坏掉 那可是在2011 我记得是2015年之后 好像就有 修正这个模组的问题 然后2015年之前 好像没有特别召回 就是你有问题 TCM模组出问题回去 他就会帮你免费更换维修这样 然后 延长那个模组的保固到10年 我跟大家分享很多人说 会问三代 变速箱的问题 可是其实如果一直有在关注我们的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三代卖超多 可是真的要修到变速箱 机率超低 我印象我卖三代到现在我修过变速箱好像是两台还是三台 然后 这三台都是里程数超过15万以上 这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 比较零星的个案就是那个模组 那模组也是一样 我们就帮他送回原厂 然后帮他更新这个模组 其实就不太有问题 他那个有问题我记得是 好像 不能打倒退档 只能前进 然后 好像转速会很高是不是 反正就大概就是我那个问题会叼掐 主要是会叼掐 可是通常修正以后 客人就 不会再发生了 所以我后来你会发现我的focus 我不会 买到里程 很高的 我都要找里程相对比较低的 不是啦 这个东西就这样嘛 你们很多客人来都怕 我卖你车问题很多 其实我比你还怕 我一年要卖几百台上千台的车 我如果卖你车问题很多吗 我这几个工作人员根本就忙不完 每天他弄客速就好了 所以我们比你还希望你车回去是没有问题 但是不可能 我坦白说这真的不可能 我们只能压低风险而已 你说你回去 消失的车完全不好 不可能 顺便讲到这个我就顺便讲一下 好不好 你其实我刚刚讲说 我们的车出来是把风险降低 怎么降低 我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我们车进来的流程 我们车进来 当然有我们的 采购啊 或者是有我啊 我们第一次鉴定完之后 决定要收进来了 我们会安排第2个 屏管人员在做2次的复检 包含入室喔 第二关检验就是像我之前遇到的那个 Cienta 前面撞到就是在复检的时候看到的 然后检查完之后我们的人员会有个表格 他会去填写说这台车需要整理的东西 包含冷气啊 底盘啊 引擎啊 变速箱啊 开完之后我们就开始 分配下去整理 整理完 到上架 上架到卖出去 卖出去以后 在交给你车之前 我们还要再做 道路测试 大保养 全车再总检一次 这次是由修理厂做 所以我上次那个 引擎破洞 有没有 就是在最后一关 修理厂 准备要拆开 换水磅 要做大保养 换油风 上盖油风的时候 拆开发现破一个洞 原本已经卖掉了 后来就是要交车钱的最后一次付检检查到的 然后我们就把钱全部都退给消费者 然后我才把那个车又丢去拍卖 处理掉 这个如果看我们影片就知道了 就大概整个流程那一直到交 所以有很多观众朋友都会问说 我跟你买车我买完当天可不可以开走 不行 我们一律都是7到14天交车 至少要一个礼拜 当然你车越新 会越快 那你如果车已经超过 8年以上 8万公里以上 基本上都要一到两周 因为我们还是要排嘛 照先后顺序慢慢一台台测 所以我在讲说 这个其实也 阻碍到我的翻桌率 你知道吗 我如果比较适合 我翻桌率越快 所以我一个月能卖的车可以越多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平管跟客数就会不好 我觉得已经算很 精实的一个平管的流程 小四的车会不会坏 还是会 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检查 目视 仪器测 入室 我们甚至在 客人交车前 你们付我定金签合约的时候 我们都还会跟客人讲 可能你的车里程还会再多 大概100公里左右 因为我们还会道路测试 曾经 有客人 因为这件事情 他说 小四 车 我买了 已经是我的了 你还把我开出去 你是假工技师 康 他人之凯 没有办法 我们一定要利用嘛 就是我们要测试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新装开一台什么车 那这台车收定了 顺便我从南港 开到新装去 新装来回也30公里 那甚至会遇到高速公路 会遇到塞车 等等 那我才可以测试出 你车的状况嘛 车要开才知道问题 然后他来牵车的时候说 你这多了100多公里 我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我只要拿你 那我没关 啊我们 对我们的消费者负责说 我帮你起 康他人之凯 说话我们都会听得真有难 我们不会特别拉转速 但坦白说 我最近就遇到一个状况 一台车也是一样 开都没问题 可是这台车最多开到120就上不去了 我今天我如果测试我没有去把它 试着开超过120 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发现 所以我们还是要试一下 偶尔速度要让他快一点 然后去试一下他的底盘的稳定度 还有他变速箱的状况 像我上次也遇到消费者来说小四哥那 我买这台车可不可以开到200 我一听 谁敢卖你 我说你这样讲谁敢卖你车 我回去 台车给你你回去都要用200去买 买买买的车来说我的车不好 我们就帅 你嫁给一个 70岁的老翁 然后你要他每天来5次 谁受得了 谁敢娶你 不然两天 就收起来 你知道的意思吗 然后我顺便跟大家分享这个我最近一个问题 其实有时候我们修理场这个部分也是要注意 我现在手上拿着一个 这个是一个水棒 常常有人问我们说小四哥你什么用正常什么负长 有时候这个经验 所以我现在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大家看这是一个负长的水棒 可是他发现一个状况 我之前有一台这个 八代洗美 他很奇怪 他正常开都没事 但他遇到一些爬坡的时候水温就会拉高 没爬坡的时候水温又正常 那我们查了半天 一直查不到 那我常常在讲我们交车前大保养会换水棒 后来查到 就是这个原因 来我跟大家讲 这个水棒谱的问题出在哪里 他的叶片 是塑胶的 然后你有沒有看到我们这里做了一个记号一个点 他的问题就是当你的引擎转速高一点 你水棒谱要转才可以带动水循环嘛 当你转速高一点的时候呢 这个铁的轴心就跟这个塑胶就会跑掉 你的轴心 转很大力可是你的叶片没有跟着转 所以你看他现在这白色的点就不对点 空转了 所以要记得 你们以后 去换这个水棒谱的时候 不要换到这种轴心是塑胶的 这很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我说很多事情其实是惊艳 水棒谱要注意塑胶 好不好 对跟一些皮带带动风扇一样 风扇离合器 皮带抓不到空转 你的风扇就转速不够 就抓温度了 好然后这个礼拜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今天认真一点 因为我 我发现 很多人在改了 说现在小事 那个直播都在聊天 唱歌 都没有分享一些知识 以后我们开会员频道 在哪里赛 前面我们还是要教大家一些遇到的问题 跟大家分享 不然我们最近点阅率蛮差的 你看现在像500几个 近前都700几个 对吧 再唱歌剩200个 再继续唱h剩99 第二个 今天遇到的 有人说小事哥 请问一下 我买一台二手车 轮框刮商 算谁的 是车商该负责 还是我该负责 我说 这个 没有规定 像有很多 消费者都会说 小事我很信任你 我直接会定金给你 我说不要 你还是要来现场看车 试车 满意 你在买 不满意 你走 我们也不会逼你 为什么 因为他是二手的 不管是一年车 半年车 两年车 只要他是二手 就会有什么 使用痕迹 你一定要来看 如果你在买的时候 你有看到这个轮框的这个状况 你可以反应 说如果我买这台车 请问一下 轮框的部分 是我要再加价 来修复呢 还是你们会帮我修复 你在买之前就要讨论 你买回去以后 你才回去跟车商 说你交给我车为什么轮框烤漆 不好意思你都点焦完了 你才把车牵走 那你再回来讲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磨到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有很多一些小瑕疵 像比如说我店里最常发生 其实有一些小小的酒窝 我都不会去整理他 因为我认为他如果这片漆 是原来的原期 我觉得是二手车 我认为可以接受 我就不会去弄 那你如果在买之前 你跟我RQ说 我就是 非常的care这个小酒窝 那我们再来谈 没有关系 你不要买之后 回来说小四这边有个小酒窝 靠腰 我都知道是 我给你的时候就有的 还是你回去又去蹬到 我怎么知道 请问要怎么分得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 大家在买车的时候 虽然这个来小四这边 你们是采取一个很信任的 态度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 车子要详细认真看一下 我们可以 自豪在一些基建的部分 但是 至于那种内装 使用的痕迹 外观使用痕迹 你可能自己还是要稍微去 去巡一下看一下 那今天我是利用别人 问我的问题 那我来引申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 八速变速箱以热车塞车 低速20公里以下 容易有顿挫感 刚好是在换挡的时机 放油门的关系吗 不一定喔 他有可能是你油路堵塞 或者是那个 电磁阀 检查一下 86二手车要注意什么 跟八代洗美也一样 不要买到撞过改过的 好下一个问题 我看看还有什么 这个我也蛮常遇到的 所以我在这边也做一次 跟大家说明一下 有一些消费者会反映说 小师我今天有去那边看车了啦 因为大部分不一定会遇到我 有可能晚上来这个 私讯给我回报说 我去看车 你们这个服务人员都让我自己看 都没有做介绍 那可是是这样子的啦 我跟大家说明 服务的这个 态度也是要改进 他是说 服务人员讲话都很客气 然后也都这个有问必答 可是就是好像少了一点那种 有人在那边介绍什么 有的没有那种感觉 我说对这个我相信啦 不好意思因为我这边给 服务人员教育训练就是我们不要 给消费者压力 有时候像我自己出去买东西 我跟我老婆出去买东西 就是我们也不希望那个夫人一直跟着你 然后一直在旁边 一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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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都可以试穿 这穿起来很显瘦 在旁边有 在旁边一直说 这个颜色我们有五种颜色 喜欢在跟我讲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这件很挑人的 没想到你竟然可以驾驭 我跟你讲我今天已经在这边 有一百个人试穿过这些衣服 没有一个像你这么搭的 那么合的 你还不买吗 剪头发的时候不能只是设计师说 你试了你很漂亮 旁边洗头小妹或是经过的那个同事 绝对也要过来说 这髮型很适合你 剪得很好 旁边一定要有人搭枪 真的 如果没有这种装脚 那一间法廊的教育训练不好 那我们要训练吧 你买这台车 这台车被你买走了 我的客人 我一个客人在旁 我看 我快打电话跟他讲卖掉了 叫他不要来了 有没有 类似这种感觉 我其实我们自己也不喜欢这种 所以我服务人员 我是觉得说 尽量不要给消费者 太大的压力 但是也不可能都 不理客人也不行 有时候真的不好拿捏 就是我们太close也不行 然后太放任 客人自己看也不行 所以他意思大概就是说 因为他之前去看的 那个车廊 都会在旁边一直解释 这个车怎么样 你看空间很大 你看这个冷气很凉 你看发动起来 觉得这个方向盘 引擎很安静 有没有 你看这个还有加装最新的安卓系统 你看我们的里程只有跑10万公里 你看10年车跑10万一年才跑1万而已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又是现在最流行的这个白色 如果白色的话这个价钱是比较好的 以后你卖的时候 如果是红色 我跟妳讲 现在最流行红色 有没有 魂洞红 有没有 现在满街 你看红色车那么多 现在最流行红色的 什么都可以讲 黄色是不是 黄色我跟妳讲 黄色在这个小车上面 显得非常的鲜艳 黄色只有在两种车上面可以存在 一种就是我这一台车 那另外一种什么 法拉利 它是这种鹅黄色的车子 你看看如果这个鹅黄色 放在阿提斯身上 变什么 继承车 对吧 不行 黄色就只能在我们这一台 可爱的小车上面 黄色 赞 好我不要再讲了 好累喔 干 有试驾车祸过吗 很少 几乎 没有 印象有一次有一个小姐来看车 他说他只要在我的厂上 前后撸一下而已 那我们OK 我们就让他撸 结果他开我的车撞我的车 老师 这样也会出事 我就在事发现场旁边 然后这台车是静止的 他撞上去以后紧张 油门在补 我就听到那轮来 空转 我的心好痛 开我的车撞我的车 我的分析 年份叫旧的车没有Apple Car 他不会想装多少 根据车子而定 没有我跟你讲 其实你去网路上看那个有资源Apple CarPlay的机子 多少钱就大概多少钱 唯一的差别是在于面板框 每个车子厂牌的价格不一样 所以你只要上网去找那个机子 然后去 问一下说 那你这个车款的面板框大概多少钱 你大概就知道多少钱 有推荐的行车记录器吗 没有 反正我给你讲行车记录器到最后 我们试到最后就是用一些大厂牌的 你比较常听的 之前有干爹飞乐就不错了 飞乐那就算有牌子 好不好 没有其他干爹 我们就是现在目前是以飞乐为主 没有不能那么现实 其实我觉得就是 大厂牌基本上稳定度应该都还不错 干爹欢迎 好不好 干爹如果看到欢迎 这个当然干爹来 也是最好是大厂牌的 我们推起来也比较这个 合情合理嘛 对不对 东西不错 我们再接 不能害我们的观众朋友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我最近遇到这个也是有点辛苦 我觉得有点累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讯息 前两个礼拜就有一个 消费者就问我他的车的残值 我说你的车大概在120万 然后过一阵子他跟我讲说 他说 请问我有贴这个犀牛盾有加分吗 我说这个差异应该不大 他说有没有需要把贴膜先去除 我说不用 他说请教一下 别的车商来看过 说我的后行李箱盖有拆过 可是我买来从来没维修过 这样会折价吗 我就说这看状况 有时候有可能是这个 他想要跟你杀价 他用很多的 原因 用很多理由 来跟你杀价 我就让回他 但是我说 你不要用我回复你的东西 去跟人家讲价钱 小师跟我说这 不用钱 你不要讲我名号 我已经够黑了 然后过没多久 他又传 他说当时 原厂的检查项目没有拆板件 所以是总代理有问题吗 我说不一定 他说有没有可能是经销商把我乱搞 我说可能是他 这个车商 报高价给你去 然后他要想办法扣你的价钱 的一种说法 说你后车箱盖有拆过 怎样怎样 我不知道嘛 因为我没看到啊 所以我就直接问他 所以是不是他报的价钱比我高 他说对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他报多少 他说他原本跟我报130万 那合理嘛 我报120 所以你叫130的去看嘛 是不是很合理 我就说 那应该是报高了没有错 因为130的去发现自己报太高 他也想买120 怎么办 开始尿嘛 我跟你讲啊有时候就这样啊 我难道不知道我报120 是行情吗 我如果今天报125 130 这台车我一定看得到 但是我跟你讲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报130看到你的车以后 然后在那边跟你瞧 在那边跟你闲 然后为了要买120 然后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跟你周旋 所以我在报价 我就是报一个我想买的价格 你觉得人家比较高你就去 真的 真的没有关系 那你想要跟小事结缘你再来 他还跟我提到外面的什么8891 才卖139 说我的配备这个少很多 然后我就说他要捡你的价 他什么都可以说 然后他就说我的车 车况很好 然后说对方说前期的比较好卖 我的不好卖 我说 我真的到这个地方我就有点头痛了 我说他就是要叫你便宜卖他 所以他他才跟你讲那么多 觉得说什么前期好卖 后期难卖 我说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话 你不一定要参考嘛 我说你真的不要在意 他讲的话你不要听 他只是想要扣钱 想要买便宜一点 我好累 讲完了 大概就是这样 我好辛苦 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都觉得我很伟大 目前愿意收的车 最大里程到多少 基本上过15万我不太收 除非你的年纪很大 比如说你是20年的车才跑15万 我有可能会收 跑18万我可能会收 我觉得要看车 车款 要看车矿 你一些冷门车 像比如说上次的 LS430 2005年的 15年的车他跑16万 然后整体 感觉车矿很好 那我就有收 我就有收 高里程为何不收 没赚头吗 林胜 我跟你講 高里程一定有赚头 而且比低里程的好赚 但是钱不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民生比较重要 我如果高里程的回来 我花更多的时间 去检查 去整理 卖出来 对我可以赚到钱 问题是客人回去 车子出问题的风险 比较高 那不是间接的就损害到 我们的招牌了吗 那我何必做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买里程更低的 虽然没办法赚那么多 但是我的人员 不用检查的这么辛苦 那回去之后 客人发生问题的 机率又比较低 那我不是赚钱赚得很开心吗 这跟赚不赚头 我觉得不是重要 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放在前前面 前阵子 呆董同意的扣薪水 换黑丝袜 倒茶小姐有着落了吗 没有我们最后讨论的结果是 叫泰山穿黑丝袜 网站上的车是全部的车辆吗 每周三会更新 所以今天晚上 你们去看应该会再加一些车子 我们现在的这个流程是这样 礼拜一我们先上在FB 第一时间的po文 先卖一波 那卖掉了礼拜三就不会上架 那如果剩下车礼拜三 晚上网站上架 因为我现在尽量的把这个 车子的上架不要稀稀落落 就是把它固定在一个SOP上面 所以你们就 记得礼拜一的凌晨 或礼拜一的白天 可能就会有 新上架 这个礼拜上架的车 那上架完之后呢 再来就是礼拜三 就会把剩下车移到官网 那不知道官网的网址 只在我们粉丝专页的字顶贴文里面有连结 引擎加油精真的有效果吗 有啊多多少少啦 但我觉得CP值有没有那么高 就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像宾室都有啊 宾室其实他会加那个汽油精啊 宾室我记得他也有卖啊 可是我觉得那种油精就这样嘛 是真的有用还是你的心灵得到了救赎 有没有 现场看到喜欢的车单还没上架 那搞不好卖掉啦 又或者是还在检查当中啊 就是他到现场看到喜欢的车 但是他没检查完 可以看 只是说 还没有检查完 我不知道整理多少钱 整理到什么程度 成本到多少 我要赚多少钱 所以会没有价钱 MPV要注意什么 MPV蛮多的喔 MPV其实有一些小毛病 那比较严重的就吃机油的问题要注意 然后他有一些什么那种 海洋感知器啊 什么节气门啊 那些东西也都要注意 然后V6的车子 尤其MPV已经老了 你都要注意他的水系统 水路一定要洗干净 一定要去蓄压 看看哪里有漏水 大部分老式的V6遇到爬山 温度都容易上升很快 118改金属涡轮管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那涡轮管是走气的而已啊 还好啊 可是有可能 你金属涡轮管如果有走经过室内 你会造成你室内的温度会 整个上升 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BMW原厂的引擎室的工作温度就很高了 那你涡轮管如果大部分是 铁 很漂亮嘛 一根铁的 那因为他的热会很容易 你也知道那个涡轮是回收引擎的 废弃嘛 所以他那个热会传导到整个引擎室里面 所以很容易造成你的引擎室工作温度更高 05到10年的IS250 哪个年份CP值比较好 基本上那个IS250就 都是 差不多的东西 没有所谓CP值的差异了啦 主要就是车况的差异 年份其实就是这样了 那差别在11有小改款嘛 我记得 可是他的小改款看不太出来啊 你没有很专业的很认真的去看 你看不出小改款差异啦 小小的一些 等个角度什么小的 我也搞不太清楚 水箱之下用沙漏的有关系吗 没有啊 看你的车子的残值啊 如果很旧的车就没差了 低速一样有抖动 对啊一定都会有啦 每个人的 抖动感触不一样 你知道吗 就跟有些人浅眠 有些人生眠 一样 我最近在看床 有些人说 隔壁 半夜要起床去尿尿 我就醒了 你像我啊 你在旁边打架我也是很有睡 所以每个人对抖动的感受不一样 看你是要用多龟毛 你要跟老师来师闭 还是要跟什么车闭 那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月薪的 你双离合器的抖动问题 只能说 压制到很小 不可能说完全没有 你如果觉得说还是有抖动 你很痛苦 那你就不要买那个车 小诗会的最新的歌是哪首 好硬喔 应该是那个吧 就前阵子说那个 被抄袭的 磕在我甘利的名字嘛 那应该是最新的喔 当你点了Uber 然后很久都还没有来 有没有 Uber 旧爱还是最美 有时分手不是 谁负了谁 两个对的人 却在错的时候 爱了一回 我跟你讲 这首歌不适合 旁边老婆在的时候唱 听你唱完 唱得这么有感情 马上就问你 现在是旧爱比较美是不是 你告诉我 你就告诉我 我就问一句 是不是旧爱最美 你现在告诉我 我没有生气 我告诉你 这不是美不美的问题 其实都要怪你 你知道吗 你太晚出现了 你害我之前经历了多少的挫折 我只为了找到一个你 你却这么晚才出现 你如果早一点出现 我就不用这样跌跌撞撞 你是想要接演戏的 载浮载成 我只为了要找到一个像你一样的人 有没有导演 线上有什么制作人 还是导演之类的 太浮夸 妈的看小市长知识 又让你们这些臭男人学到了 下次见 下个礼拜再见 好不好 拜拜 大家晚安 C Lun Galun V Galun Galun